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慧倩 欢迎锁定我们的联播生活网频道 关心在地大小事 现在使用五倍券 布置民众要注意 这店家也要多一分的警觉性 日前云林县警察局接获报案 表示有人拿假的五倍券来消费 而经过检警单位的联手调查 是逮捕到了杨信等等两名的犯贤 而目前全案 检方也已经申请羁押获准 现在许多地方可以使用五倍券 不过店家要留意了 可能已经有人心生歹念 日前云林县警局接获报案 表示有人在一间加油站 拿了两张500元面额的伪造五倍券消费 根据警方循现调查 于21日下午将杨信诚信嫌犯两人逮捕 除了自己引印假的五倍券外 警方更是扣押相关的作案工具 全案检方申请羁押获准 增破违造正信五倍券 查获犯贤两名 那持有500元的正信五倍券 违造细用报备数的彩色引印机 复印之后出来行使使用 并扩大侦办 查获改造手枪以及改造子弹 因为这是云林县内第一起伪造五倍券的案例 县长张立善也到场表扬破案的同仁 对于整个金融秩序的稳定 还有安定民心是有非常大的助力 所以今天我特别来感谢我们所有警界的同仁 能够以气而不舍这样查气的精神 追查到这样的一个犯罪集团 另外警方也提醒民众 若是要检查是不是拿到假的五倍券 能够摸看看上面的字样是不是有稍微突出 或者是注意金额方面转一转油墨是否会变色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变色的油墨 那我们在旋转的时候 它就会有绿色跟金色的一个变化 那另外上面有凹凸痕 刚才现场所讲到 那凹凸痕的民众只要这样一摸就可以感觉到 那另外针对有事上的人的话 它旁边有这些线凸痕线 这一摸就可以变色 包括它是五百的还是一千的还是两百的 那另外我们可以用五个看一看 看一看就是我们可以用透光的方式 透光的方式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细小的围字 经过详细追查后 目前没有其余的假冒品流入市场 警方也提醒大家 如果拿到五倍券后 有发现不对的地方 就赶紧打电话报案 记者刘伟德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